早前清漲於八月底結業的永華麵家 和聚福留集團簽訂合作協議 正式逆手 成為集團旗下的新品牌 昨天我們才達成 所以我要時間和團隊去談 未來發展坦白說未有空 所有開業計劃未有 往後肯定會再見到永華麵家 何時和在哪裏我都顧不上 這個舖位應該是不可能的 我覺得永華麵家是屬於整個香港 不是屬於灣仔 下星期已經有我們的師傅來這裡 我們公司的老師傅 已經有40年經驗的師傅來這裡學68年的功夫 起碼有一段時間我會請他們做顧問 聘請他們一段時間把那些手藝傳給我們 我相信再見面的時候 那個口味和價值觀是要堅持和傳承 但是技術是有機會創新的 我都覺得會有人手銀的聚聚麵吃到 不過今天要我保證 我很小心,我沒有保證 店內的製麵師傅也會退休 由聚福樓集團的師傅接任 應該我們說了這麼久沒有談過新菜式 是 全部都是說舊菜成全 今天看到的52樣全部有齊 不知道 但是我會盡力去保留 雲吞麵 炸醬麵 豬手麵 一定是留的 都明白 真正意義的小店 將它活化了的一個全新展現 翻出來的一個品牌 它是不能夠完全一樣的 但是我剛才也確認了很多次 但是有一些 一定裏面有些提煉到好的東西 可以流傳下來的 我自己覺得 我從來沒有追求得到任何這些獎 就是 它自然來 這樣就很開心 但是我覺得食客的認同 是給任何獎都重要的